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生于1910年,现在已经111岁的鱼谢氏 坐在床头边的沙发上 欲速平缓,语调沉稳地说着自己的日常 她的大儿子,73岁的于恒善 则坐在旁边陪着母亲聊着家常 新丑年梦夏之时的一束阳光 穿透窗户,映照着这个普通的农家小屋 百岁母亲和步入古稀之年的儿子 一问一答,画面温馨又幸福 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显得宁静又安然 百岁奶奶的儿子于恒善介绍 母亲生活起居比较有规律 现在日常生活一日三餐 由她们照顾着 平时在饮食方面 主要就是以粗粮、素食为主 多少也吃点鸡肉 早饭在八点左右吃 主要以小米稀饭、疙瘩汤为主 午饭两三点钟吃 能吃五六个饺子 晚饭在六点钟左右 一般是喝一包牛奶就行了 俺娘胃口不大好 上酸水的时候就喜欢吃花生 一吃上就好了 以前牙齿好的时候 她自己吃生花生 现在没有牙了 我们就用蒜臼子给掺碎了放在那里 她想吃的时候就用勺子吃点 于恒善说 母亲吃花生很多年了 已经养成习惯了 每次虽然吃的不多 但是一个月也能吃三四斤 所以她们一直认为 母亲长寿的秘诀就是吃花生 一、花生适当代食 好处多了 花生又有长寿果的美誉 相比其他坚果 它不仅价格实惠 含有的植物蛋白、烟酸、维生素B翼 和膳食纤维等含量还很高 对于花生 有些人还是有个顾虑 脂肪含量非常高 担心吃了会发胖 反而不利于控制体重、血脂 不过最新一项研究 则为大家解决了这一担心 近日国际营养领域权威期刊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 发表了一项研究称 花生替代等能量的精致谷物制品 可以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下 显著提高代谢综合症的逆转率 所谓代谢综合症 是指人体发生代谢紊乱的病理状态 比如负行肥胖、血糖偏高、血压偏高、甘油三脂偏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等 它们是导致二型糖尿病、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等的危险因素 同时也是逆转和遏制发展为这类疾病的重要窗口 一、花生代替主食 辅助逆转代谢综合症 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招募了224名 具有代谢综合症或高风险的志愿者 志愿者被随机分配到花生干预组 共113人 或对照组共111人 在12周的干预过程中 志愿者每日在晚餐和午餐前一小时 分别使用一小袋28克的青盐烤花生 或于烤花生等能量的百米高 其他饮食不便 最后结果发现 花生干预组体重有降低趋势 且代谢综合症的逆转率是对照组的2.33倍 二、花生代替部分红肉稳定血糖 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如果在饮食中用一份花生来代替部分红肉 患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21% 这是因为花生能减缓人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特别是早上吃些花生 既能提升饱腹感 又能防止生糖过快 三、减缓肝油三脂水平升高 一项美国营养学教授的实验研究显示 总的饮食一样的情况下 食用花生的人比没有食用花生的人 其饭后血液中的肝油三脂水平低32% 可见一定量的花生有助于阻止肝油三脂快速升高 从而有利于血管正常扩张 降低斑块形成的风险 所以对于有代谢综合症 或者已形成相关疾病的人群 日常可以用花生代替部分主食和红肉 但量要控制在20克以内 且不要吃炸的、糖制的 二、三种吃法 利血管、减重、稳三高 一、第一种吃法 煮花生 煮开的花生不但非常容易被身体消化和吸收 花生的红衣服还能抑制油离脂肪酸在人体内溶解 并能推动血细胞再造 进而可提升毛细血管的收拢作用 合理地预防血小板低和肾出性病症 除此之外 清煮花生还保持了花生中原有的植物固醇 苍树干和白梨芦醇等绿色植物活性物质 这种化学物质能合理地防止缺乏营养 糖尿病患者及心脑血管疾病 二、第二种吃法 吃花生芽 这种花生芽指的是人工发芽的 而不是花生储存时间过长 或者储存方式不当 受潮产生的花生芽 这是不能吃的 大家别搞错了 花生芽中的脂肪含量比原来的低 但维生素含量增加了 其中有种叫做白梨芦醇的物质含量非常高 适当吃点花生芽 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预防多种心血管疾病有好处 花生发芽后 大分子蛋白质被降解为更容易吸收的氨基酸 脂肪因为被消耗而含量降低 维生素含量却大大提高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花生芽中的白梨芦醇 比花生本身可高出100倍 比葡萄酒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 白梨芦醇对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预防都有好处 尤其是对激素依赖性肿瘤有明显的预防作用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花生芽是人工发芽的花生 而不是因为放置太久 受潮导致的霉变发芽 那是绝对不能吃的 第三种吃法 醋泡花生 醋本身就是一种能降血压降血脂的调料 尤其是酿造陈醋 在所有调料中保健效果是最好的 在醋的浸泡下 花生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保留概率非常高 同时可以软化血管 起到一定降压降脂的作用 三 花生亦被忽视的营养成 花生衣有止血凝血的功效 花生衣是花生种子外表面的纳层红色种皮 花生红衣含花生素及耳茶素等成分 能对抗纤维蛋白的溶解 可减轻出血 缩短凝血时间 促进骨髓造血机能 增加血小板的含量 改善血小板的质量 对血有病 血小板减少性子电等疾病有辅助疗效 但对于跌打损伤 血脉淤质者则不适合吃 四 花生虽好 但五类人吃会血上加霜 一 过敏的人 花生中含有过敏源 部分对花生过敏的人一旦误食 很容易引起过敏症状 轻者腹痛腹泻 发红疹 重则呼吸困难 甚至休克 二 脾胃虚弱者 脾胃虚弱的人消化能力比较差 本身就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问题 而花生中含有大量脂肪 患者吃完花生后 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导致腹泻 给身体带来负担 因此应当适当地减少食用量 甚至不吃 三 胆囊切除者 花生含有的脂肪较多 而脂肪的消化和吸收过程中 胆汁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胆囊切除的患者而言 无法储存胆汁 会给消化系统带来一定的负担 因而也不宜多吃花生 四 高尿酸痛风患者 花生含有大量飘零 每百克花生中 飘零含量高达96.3毫克 食用飘零过量 在体内代谢后容易生成大量尿酸 又诱发高尿酸血症 痛风发作的风险 要尽可能少吃或不吃 五 慢性肾病患者 花生是高蛋白食物 蛋白质含量高达25%到35% 而蛋白质的代谢和重新吸收 主要由肾脏负责 对于肾病患者来说 特别是肾小球过滤功能 已经受损的人来说 大量蛋白质反而会带来较大负担 容易诱发蛋白尿 进一步加重病情 因此食用时也得把握好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